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 我是罗旺哲 来看到德国总理萧姿 他是抵达了中国大陆的重庆市 展开三天的一个访问行程 包括随行的还像是环境农业 已经交通的三个部长 以及多名的企业家 这是萧姿在二度访中当中 也是去年德国发布 首份的中国战略报告之后的 首次访中行程 那萧姿访中的时候 你可以看 从飞机一走出来就有红地毯 等于是高规格接待 而且地毯不是说下飞机没有 这个红地毯还是延伸到 这个机场的情况 所以看得出来 中方对萧姿的规格接待 是非常高的 而且是高规格的接待 那在重庆萧姿会 他参观了一些 德国公司的营运情况 这个是德国的一个亲戚公司 那明日人将到上海 跟德国的一些 高级的一些企业主管 来做一些会谈 甚至要在大学来发表一些 演说等等 那另外呢 萧姿在周二到北京的时候 会跟习近平 还有李强来会面 就双边关系 还有共同的问题 来交换意见 那外国媒体就分析说 在西方围绕着 这个大陆的贸易战 隐忍成型的时刻 萧姿的此行被认为是在减少于北京贸易所产生的摩擦 而又不触犯北京 是在安全关切与激进利益之间取得一些平衡 以及去风险的政策 而美国之音就分析说 这个萧姿的此行是向中国人低头 但无法掩盖双边的旗舰 法国的世界日报就说 德国在面对北京时 更倾向于和解而不是对抗 法兰克福汇报也说 萧姿在重复 梅克尔的中国之行 那现在包括了一些 一些分析也报道出来 说是不是像时代变了 最近报告指出说 中国正在向产业链上游移动 多个关键领域将会超越德国 说中国跟德国的贸易趋势正在转变 那在关键的区域上 中国在全球的出口市场的额分 已经超过了所谓的德国 稳步向价值链的上游移动 那我们看完德国之后 现在来看意大利的部分 意大利自从退出一带一路之后 现在是不是有点反悔的一个趋势 在退出一带一路之后 现在首度要跟中国的高层 对话来修补关系 这个是中国的商务部的部长王文涛 以及意大利的外交部长 他们现在要主持所谓的一个双边的会议 将在综艺合作 经济合作的第15次会议 那包括现在可能会讨论哪些议题 像是所谓的电动车 以及新人员的领域 大陆企业现在要到意大利去投资 他们要呼吁说这样子的喊话 来修补所谓的关系 那是不是所谓的一带一路推出之后 像意大利的总理也要出访中国大陆 因为我们知道意大利去年退出 所谓的一带一路计划之后 现在好像开始赶快 我们经济需要赶快修补一些关系 甚至他说 总理已经在未来的仿中行程当中 的代表跟北京维持良好关系 已经成为意大利最新的外交策略 那之前阿根廷的总统也反馈 后来态度软化之后还说民众如果跟中国做生意是OK的 所以看出来这个包括了意大利还有阿根廷的态度是有点松动了 再来看到马尔地夫现在可以使用人民币进口结算 也可以刷支付宝 他说这个马尔地夫的所谓的贸易部的部长就说 马尔地夫很快就可以使用人民币来进行所谓进口货品的结算 那马尔地夫的首度的市长也说将减少马尔地夫对印度的依赖 所以未来包括像支付宝可能也可能在马尔地夫也可以继续实行当中 那再来看到美国的态度 像美国是不是还是坚决要抗中国呢 叶伦继续向国际喊话 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来敲响警钟 他说最近访路的时候也警告说 大陆的产能过剩将威胁全球的经济稳定 他将转负4月15号举行的IAF与世界银行的春季年会 欧洲联合欧洲亚洲跟拉美国家 对中国过剩的产能出口表达共同的疑虑 现在华尔街日报也分析 廉价的大陆商品对全球市场来说并陌生 但最近的激增西方一些人称之为中国冲击的2.0 将使美国失去所谓的就业机会 我们知道包括美国一线无人机的 搜救队的协调员都说 美国的企业落后多年 大疆背禁会要了美国人的命 主要报导是说 他指出美国的制造商已经落后很多年了 但大疆的性能很好 在搜救过程当中对生死有重大的影响 话回来先请教一下介大使 你怎么看肖子仿中所带来一些效应 我想肖子他过去跟中国大陆 要保持一个比较远的距离 那个姿态主要受美国影响 美国自从去年底的拜登跟习近平的见面以后 那么美中在经济关系上面的解冻 事实上已经都启动 既然美国已经摆明了说 不会与中国大陆经济脱钩 他就没有立场要他自己的盟邦 跟中国大陆保持距离甚至脱钩 所以我觉得最主要肖子他也是 因为德国的情况很特殊 二次大战以后 到现在还有数万的美军住在德国 然后美国对德国的国内的影响 也是非常的大 尤其他们在长期的对德国的 这种精神上面的控制 让德国的新一代 思想非常受美国影响 所以可以说可以影响德国内部的发展 所以肖子他当然做首相 他要为德国的经济负责 为这种比较这种空泛的意识形态来讲 对他来讲对他的政治生涯 他是没有什么帮助的 他要能够把德国的经济稳住 对德国经济产生这个好处 他才能够把这个位置坐得稳 所以我想就是说 在美国自己本身跟中国大陆经济 强调不经济脱钩 只是说对基于安全的理由 对中国大陆某一些高科的产品 身心制裁 或者说防这个技术出口的限制 所以我觉得他是看到这个情况 已经时机是比较对他有利 所以他就带着他 老早就督促他要去中国大陆访问的 这些德国大企业几乎都在里面 BASF BASF Mercedes-Benz B&W大众 这些德国最重要的前几名企业老板 都跟着他一起去 去干嘛要跟中国大陆商量 两个国家经济方面的 继续合作的一个大业 因为德国在过去一年 经济可以说状况非常的惨 原因是什么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原料价格涨得太高了 德国其实他的不管技术 还有整个工业的水平 那是很稳定的 那为什么去年一年这么惨 就是俄乌战争造成了 那其实在过去梅克尔时代 他是把德国的工业 有两大重要的基础 一个是建立在稳定跟廉价的 俄罗斯的能源 另外一个就是建立在一个庞大 而且非常欢迎德国产品 而且还在继续扩充的中国市场 所以梅克尔的受到德国人民的爱戴 不是没有原因 他看情势看得很准 他做出来的抉择跟政策 对德国的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那很可惜 就是说他基本上 他的德国经济的两大基础中间的 俄罗斯的比较廉价 而且方便的能源 因为俄乌战争 被美国把这条路给他砍掉了 那他剩下来还有一条路 就是中国的市场 跟中国的经济合作 如果他再失去这条腿的话 那就残废了 德国的经济就站不起来了 所以我觉得肖茲看得很准 所以他等着美国自己 开了第一 走了第一步以后 他也走第一 他也跟着去 那我想基本上的话 应该中国大陆是对他是欢迎的 因为在美国这个持续对中国大陆的经济这种围堵 甚至这种打压的情况下 那么德国 不管他的技术 在市场 还有他的这个 这个怎么讲来 这种互补性还讲 跟中国大陆在经济上的关系还是很好的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他受到红地毯的欢迎 那我想他这次去的话 现在刚到 应该很快的话 看出来他们大概成果在哪里 可能这两天就很清楚了 那地毯还延伸下去 他不是只有到夏季而已 还延伸下去 来请教建长怎么看 事实上我们现在看到德国的这个状况 事实上来讲他要走回再工业化 那他之前是被去工业化 不过他是被逼的 他不是自愿去工业化 他为什么去工业化 其实刚刚大使就有特别提到这个问题 也就是当北溪二号的 这一个被炸断之后 然后也无法从其他的部分 得到廉价的能源的时候 这个时候美国开始发灾难财 他就开始卖非常贵的天然气 给欧洲国家 德国就是第一个受害 当他拿到的能源这么贵 那他的产品已经一定就更贵 那当他的产品更贵的时候 就立刻失去了竞争力 现在大家像叶伦 他到了中国大陆 他就讲说中国大陆生产过剩 中国大陆从来就不是如此 而是他很快地达到了市场的经济规模之后 然后他就开始有以比较合理的价钱攻售 这个就是一般大陆的网民讲到的白菜价 当与卫星连线 你买华为手机就可以达到 那你想要说我们用捷径的能源 现在大家都忘了为什么要电动车 电动车从来不是为了中国打造的 而是中国大陆政府为了追求 这一个洁净的空气 然后降低污染 然后可以很快地达到碳中和 那接下来还要追求 那个更好的一个 有关于环保的状况的时候 所以才有电动车的出现 那现在大家突然恍然大悟 当美国透过这种很昂贵的能源 输出到欧洲的时候 欧洲所有的国家 包含刚刚还有另外讲到的意大利 通通都去工业化的时候 美国再工业化 然后也就是说 美国就利用这个当口 把所有的工业化当初通通抢回来 抢回来之后 整个欧洲的经济就开始衰弱 所以萧之带了这么多的厂商 前往中国大陆 也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是 宾哥给你请教一下 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中国大陆 欢迎萧之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现在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的策略也是很明显 就是不断的去跟美国的这些盟友 只要你对我没有排斥 我就跟你做好朋友 我就尽量大家互通有无 这样才能够瓦解美国对他的包围 所以中国大陆的意图很明显 美国的盟友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也是为了自己生存的需求 因为德国的经济上 对中国大陆依赖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你看萧之每一次到大陆去 都是带了一大堆企业家 就是想要来做生意 就是要来谈未来的合作计划 那为什么意大利这些国家 也会跟着一起转变 美诺尼本来是很不喜欢中国大陆 一上来就说要把那一带一路废掉 那为什么他也开始转向 很简单 因为现在对意大利这些欧洲国家来说 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能够 大规模的在你的国家进行投资 或是进行大规模的企业合作 现在看起来最有这种动力的 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他们还是必须要去争取 这就是现实摆在眼前 你不得不低头 那像马尔蒂夫 为什么要用人民币进口结算 那甚至可以在那边用支付宝 因为他是个观光为主的导国 那他很多大陆观光客去 所以用支付宝最方便 就直接在那边用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 那他最近也是为了争取 中国大陆的这些资源 他开始有意的脱离印度的掌握 甚至把印度 用钙的这些资源 两个资源 然后用钙的参数 雕撓 他自己会尽点 不够一天 他自己会尽点 说